警报没响,夏威夷拉海纳灭镇,死亡数已破败 拥有世界上最大灾害公安预警系统的夏威夷 岛链部署约400个警报器 但幸存者却表示没有收到任何警告 我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州那里的疫情 会不会影响这种状态 如我所提到的,我們在地上有一個大量的人士,我們現在有416人從FEMA,273人從國安保,185人在疫情的回應,20隻狗狗,找到那些人所遭遇。101生命都失去了,27%的訪問已經完成了。 民眾驚險逃離野火畫面陸續流出,甚至被迫跳海求生,但有些卻塞在車陣中來不及逃生,這把野火燒出安全問題,堅持不發警報有理的安達雅,發言後隔天就宣布辭職。